大家好,我是小辉 今天我们跟随港区大队的民警一起对道路上行驶的大型货车进行查处 那你驾驾证,驾驾证 那这个防守梁还可以注定起来 但是你号牌同志,你自己看一下你这个牌 这块是蹲哪儿呢 蹲哪儿完了,你去周安所补办嘛 这个不能凑合用 对不对 你像你这个情况离得远了,谁能看见是啥 我们这站这么近估计还能勉强分辨一下,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发达号,一个字也看不见了吗 这个是吗,不想插了 不是,它是瞎把鱼不是,它不在弄哪儿的 它没瞎这样 我都等下雨,等好长时间了,你这才瞎把鱼是个什么概念 这样,车上有抹布没 吊着电子架,让钱,同时找个 我觉得你这样,说实话啊,勤俭持家这事是好 但是车牌它不能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车牌损坏之后,一定要及时去车管所办理补牌,明白没有 你说我生活让我节约一点,衣服烂了我补补,车牌烂了可不是补补就了事了,明白没 它这个就是没有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这个你申请的时间,是不是就没看路 就是随便选择,随便选择路段 不是,那你开的时候没看同行证给你路线吗 那你这个路段就和你行驶的路段完全没有关系,你看 你申请的时候就没有认真的去选择这个路线 尤其是这种货车驾驶员,你对电子通行证这种应该是必须要深入了解的 你行驶的这条路,你知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知道,叫什么名字,滨河东路是吧 但是我刚才看过你的通行证行驶路线了 你通行证行驶路线是没有滨河东路的,知道不知道 你这个申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没有选过这个 就是反正就是按照这个我要到港区,我一选就申请了 申请的时间是让他选走哪条路进入港区,然后进入港区走哪条路去哪里 但是你就没看怎么出 这边确实没看 你看你这个通行证我也看过了,确实陈丁的有通行证 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个通行证规定了路线行驶,明白吧 明白 这个所以说你以后要自己刚刚进行,把这个事冻起来 你走的这个路叫丙河东路,知道吧 丙河东路不在你通行证行驶路线的 所以说看到墙管率在道路交流的话,你把墙管法律规定 这些夹能寄砸粉,放缓一百元,明白没有 再有一个,你的机动车这个后盘,端紧时间更换 再一个你那个放大号,以后不管你拉货不拉货 不要遮挡到放大号,把放大号保持清晰 能看到,明白没有 好,因为在现场交警对违法的驾驶员做出了处罚 但是我们也需要提醒咱们所有的货车驾驶员办理通行证 一定要认真,否则您就可能会出现像这位驾驶员一样的情况 不能够按照通行证上规定路线通行行程闯进行的违法 好,下本节目给大家结束